女人的小花园如何摸舒服?帮助女人更好地享受夫妻亲密生活。每个女人的身体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需求,但通常来说,女人的小花园是她最敏感的地方之一。 学会如何摸女人的小花园,不仅可以增强你们之间的亲密感,还能帮助女人更好地享受夫妻生活。女人的小花园如何摸舒服?帮助女人更好地享受夫妻亲密生活。 一、准备工作。在摸女人的小花园之前,你需要准备一些东西。首先,在身体上保持清洁,洗手并磨掉指甲边缘的锋利部分,以免伤害女人的敏感地带。 此外,注意与女人建立良好的沟通,询问她的偏好和限制。最后,记得要使用润滑剂,以免造成摩擦和疼痛。 二、前夕,在开始摸女人的小花园之前,要让她充分地放松和愉悦,从柔捏和爱抚其他身体部位开始,并逐渐将注意力集中于她的敏感带,通过柔和的手势和轻柔的呼吸,慢慢地逼近她的女人的小花园,让她渴望更多。 在这个过程中,注意观察女人的反应,以便调整你的手势和速度。 三、刺激。 在摸女人的小花园时,有几种不同的技巧可以使用。 最常见的是使用手指,用手指轻轻地刺激外阴区域,包括阴唇、阴地和会阴,尝试使用不同的手势,例如圆形或来回运动,以便发现女人最喜欢的方式。 另一种常见的技巧是使用口爱。 唇舌轻轻地刺激女人的小花园,这种方法特别适合那些更敏感的女人。 四、节奏。 在摸女人的小花园时,要注意维持合适的节奏。 开始的时候,可以采用缓慢的手势,以让女人充分地感受刺激。 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加快节奏,以推动她慢慢达到高潮。 另外,不要过度刺激,否则女人可能会感到不适和疼痛。 五、收尾。 在摸女人的小花园之后,要注意做好善后工作。 对于女人来说,女人的小花园的刺激可能会导致分泌物的增加,因此要帮她清理身体。 此外,关注女人的感受并询问她是否满意,以便以后更好地调整自己的技巧。 最后,记得及时洗手和处理使用过的润滑剂等物品。 摸女人的小花园需要细致和耐心,这需要不断探索和尝试。 请记住,与女人的小花园的摸索一定要关注她的感受,加强你们之间的亲密感。 同时也是一种学习过程,掌握了摸女人的小花园的技巧和方法,将为你们的夫妻亲密生活带来更多的乐趣和愉悦。 一次完美的男女亲密体验需要做哪些准备? 成年人的男女亲密体验总是突如其来。 前段时间,我发现坐我边上的女同事有点反常。 每天下班后,第一时间就是跑进洗手间补妆。 甚至有一次,我还碰见她对着镜子一脸猙獰的拔唇毛,再想想她包里曾调出的一包安全套,这姑娘估计是恋爱了。 后来聊天才知道,她对喜欢的人还处于尬聊阶段,偶尔能约上会,距离也端庄地跟商务会谈似的。 我就好奇了,你们这个阶段,基本没有使用安全套的可能吧? 你每天下班准备个什么劲儿? 同事接着就回了我,开头那句话。 成年人的男女亲密体验都是突如其来的,不随时准备好,错过了机会咋办? 想想也有点道理,当代爱情总是变幻莫测。 一个气机到了,就可能小火花突然点着。 该发生的,就会发生。 与其等真诚相见时,暴露出不完美,留下遗憾,不如平时做一些小心机,先做好准备。 下面这些小方法,也许可以帮到你。 一,随时做个自带体香的精致女孩,一次完美的男女亲密体验。 仅仅贴面膜化妆是不够的,在视觉和触摸的检验下, 每一点小瑕疵都会暴露无遗。 所以,全身每个角落都要力求完美。 除了脸部和头发的打理,身体乳也要每天坚持涂, 最好选择凑近了能闻到淡淡香气的那种, 让她觉得你是一个自带体香的神奇女孩。 除了随时涂抹身体乳,夜毛和腿毛也要记得刮干净。 如果还有时间,就涂个脚趾甲油,从头到脚都保持精致。 二,贴心少女家中常备过夜套装。 男朋友要来家中过夜,平时宅家穿的旧T恤和秋裤一定要藏好, 换上成套内衣和真思睡衣,等她到了你家。 如果能发现你贴心地准备好男士拖鞋。 专属牙刷毛巾,额外充电设备等等, 它一定会感动于你的体贴温柔, 在接下来的肉体交流中格外认真。 如果是第一次深夜赤裸会面, 那要讲究的就更多, 先不要着急展现真素颜, 就算卸了妆, 也要偷偷补上控油的晚安粉和自然系的有色唇膏, 去洗手间的时候偷偷用漱口水。 这样,就算距离再近稳得再深, 你都不会露出不好看的状态。 三,藏好微信消息提醒。 约会前,请将微信消息提醒改为 你有一条新消息而不显示详情, 相信你不会想男女亲密体验过到一半, 忽然跳出闺蜜的微信, 问你今晚过得怎么样, 男朋友有没有腹肌之类的吧, 被看到就太尴尬了。 每个人的微信都有那么点小秘密, 可能是吵架时跟闺蜜讲过男朋友坏话, 可能是有个莫名其妙的人想聊你, 或者是爸妈希望你去相亲, 如果在两个人意外的时候跳出这种消息, 多少都会影响心情, 破坏珍贵的男女亲密体验之夜。 四,手机里存着他的专属歌单, 平时听歌的时候, 要留心准备一些适合床上运动的歌曲, 专门建立一个歌单, 音乐总是能渲染氛围, 让彼此都更加心绪荡漾, 音乐不要太悲伤, 千万不要选那种哭唧唧的小情歌。 我有个朋友的真实经历, 刚关灯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音乐切换到了Let her go, 他男朋友触景生情, 想起了前女友。 怀念起过去的爱情, 差点当场嗷嗷大哭, 可以说非常扫兴。 五,于性节目一样重要, 剧烈运动后请务必不要马上睡觉, 最好的抚慰不是情侣相互拥抱, 而是一顿补充力量的家餐, 他这么辛苦, 是该给一点奖励的。 如果你和男友出去, 一定要避免不知道去哪儿的问题。 平时我这个人约会最讨厌遇到的情况就是, 男,你说去呢,都听你的, 女,我随意了, 你决定吧, 这样反反复复几个来回, 别说男女亲密体验了, 可能一晚上连饭都吃不成, 最好的就是心里有点数, 有效率地完成洗头化妆吃饭看电影等活动, 把重要的时间留给真正的交流。 当代青年总是因为秃头, 肥胖和单身而焦虑, 觉得人生艰难的时候, 不妨吃点好吃的东西, 睡一睡喜欢的人, 这样在人生的种种艰难里, 你就只剩下秃头和肥胖, 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品品, 一日三餐这个词, 并且做个行动派, 比如用这篇文章, 对潜在对象进行暗示, 我都做了这么多准备了, 该你主动了为, 在两性关系中, 保持新鲜感的方法, 是这三个, 在两性关系当中, 无论是在谈恋爱的期间, 还是在结婚之后, 两个相爱的男女, 都会面临失去新鲜感的难题, 并且会因为这个问题, 而导致双方的关系, 不再像以前那么亲密, 甚至还会迎来分手的结局, 在现实生活中, 一部分情侣或夫妻, 之所以没有拥有一个幸福的结局, 原因并不是因为两个人不相爱, 而是因为彼此在生活当中, 失去了新鲜感, 所以导致两个人对现在生活不太满意, 就像有的情侣相爱很长时间了, 所以导致彼此没有了以前的激情和浪漫, 两个人在生活当中, 也没有了以前的感觉, 在这种状态下, 如果双方不能处理好, 就会导致彼此之间的关系走向破裂, 因此, 对于相爱的男女来说, 在确定关系很长时间之后, 就应该重视新鲜感的问题, 要从各个方面来维系新鲜感, 这样一来, 才能够让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走下坡路, 同时也才能够避免走向分手的结局, 那么相爱的男女该如何才能够保持新鲜感呢? 其实方法并没有特别复杂, 一方面, 两个人需要拥有制造新鲜感的意识, 另一方面, 则是需要掌握正确的方法, 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才能够达成目标, 例如相爱的男女, 在漫长的生活当中, 如果能够掌握这三个方法, 就可以让彼此一直保持着新鲜感, 同时也能够让两个人的生活, 一直拥有着激情和浪漫, 最终就能够取得一个圆满的结果了。 一, 男女双方需要调整心态, 其实对于很多相爱的男女来说, 他们之所以在感情发展的过程当中, 没有了新鲜感,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他们的心态出现了问题, 所以导致彼此根本没有用心去经营感情和生活, 对于这一部分男女来说, 他们在刚开始相爱的时候, 都富有着足够的激情。 两个人都有意识地去经营了彼此之间的感情, 懂得用合适的方法来保持新鲜感, 所以两个人的关系特别亲密, 但是随着两个人相爱时间的变长, 彼此之间的警惕之心, 也就随之放松了下来, 双方不再像以前那么有意识地去经营感情了, 在很多时候就会忽视彼此之间的生活,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就像有一部分情侣在相爱很长时间之后都是各做各的事情, 平常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激情, 更不懂得主动去改善这种生活, 所以导致两个人的新鲜感逐渐消失, 最终就迎来了悲剧, 因此相爱的男女要想保持足够的新鲜感, 就需要调整好彼此的心态, 用心态来塑造新鲜感, 这样一来才能够让两个人的生活更加精彩, 同时也能够为以后的幸福生活奠定基础, 例如相爱的男女无论在一起多长时间都不能放松对感情的经历, 两个人要有意识地去调整彼此的生活状态, 要让两个人的生活变得有激情, 这样一来才能够保持好彼此的新鲜感, 另外男女双方也需要及时改善自己的心态, 不要让自己厌烦这种生活状态, 要及时用一些富有新鲜感的事情来经营生活, 这样一来才能够让男女双方满意, 也才能够保持新鲜感, 总之对于相爱的男女来说, 在彼此确定关系之后就需要及时调整两个人的心态, 不能在确定关系之后就放松下来, 那样只会让两个人的新鲜感逐渐消失, 这就不利于以后的幸福生活了。 二,男女双方要多做一些浪漫的事情, 对于相爱的男女来说, 要想保持好彼此的新鲜感, 就需要让两个人的生活富有着浪漫和激情, 要让彼此在生活当中能够紧紧黏在一起, 这样一来才能够让新鲜感时刻环绕在生活当中, 可是很多男女在相爱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他们大多没有去做一些浪漫的事情, 更没有像刚开始那样去重视彼此之间的感受, 所以导致两个人的新鲜感逐渐消失了, 就像有的情侣在恋爱很长时间之后就没有去做一些浪漫的事情, 也没有像情侣一样出去玩一玩, 这样的一种状态就会导致彼此的心态变得老化, 进而也就会让两个人的生活失去新鲜感了, 所以对于相爱的男女来说, 要想保持彼此之间的新鲜感, 就需要多做一些浪漫的事情,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要多和自己的爱人出去浪漫,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善方法, 例如相爱的男女在节假日的时候可以和自己的爱人一起出去玩一玩, 可以做一些情侣常做的事情, 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既能够让彼此变得开心, 同时也能够让两个人富有的激情和浪漫, 另外,相爱的男女在生活当中也需要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 要多重视对方的情绪变化, 都给予对方情感方面的关怀, 这也是一种富有浪漫的行为, 在后面就能够让彼此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好了。 当相爱的男女在生活当中能够具备这种方法, 就可以让两个人在生活当中具有着新鲜感, 同时也不会让生活变得枯燥乏味, 最终可以取得一个很好的结果, 这是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其实对于相爱的男女来说, 在确定关系之后, 如果能够一直保持着浪漫的行为, 就可以让两个人一直有着爱情的感觉, 同时也不会失去新鲜感, 这是每一个人在感情当中都需要具备的意识。 三,男女双方要积极回应彼此的爱, 在现实生活中, 一部分情侣和夫妻在生活当中是处于一个很冷淡的状态, 他们不仅没有主动去向自己的爱人制造惊喜, 甚至在很多时候也没有积极回应爱人制造的惊喜, 而这种状态就让他们的关系出现了问题, 正是因为一部分男女的这种状态, 所以导致他们的新鲜感逐渐消失了, 不仅是没办法拥抱浪漫的生活, 甚至在很多时候还会让彼此产生分开的想法, 这是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要知道男女双方的新鲜感需要彼此共同来创造, 如果只是某一方去创造新鲜感, 而没有得到另一方的回忆, 在这种状态下就会导致两个人都变得缓慢, 不再去制造新鲜感, 这是很现实的情况, 因此对于相爱的男女来说, 要想保持彼此之间的新鲜感, 就需要积极回应彼此的爱, 要让两个人能够持续制造惊喜和浪漫, 这样一来, 才能够让双方的关系有一个好的发展, 并且在后面迎来幸福的生活, 例如男女双方在日常生活中要保持这一种亲密的关系, 可以经常在家里面说一些情话, 也可以尝试着亲吻一下对方, 这种亲密的言行能够让两个人更满意, 同时也保持了新鲜感, 另外, 相爱的男女在生活当中不仅要懂得为自己的爱人制造惊喜和浪漫, 同时也要懂得回应自己爱人的情感表达, 这样一来, 才能够让两个人的关系得到妥善的发展, 同时也能够保持新鲜感, 总之, 对于相爱的男女来说, 在日常生活中就不要沉浸于一种枯燥的生活当中, 要懂得积极制造并且回应爱, 这样一来, 才能够保持新鲜感, 从而让双方的关系有一个好的发展, 其实,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在面对感情问题的时候, 都需要拥有一种积极的心态, 要积极去维系彼此之间的感情关系, 同时也要积极回应对方的爱, 这样一来, 才能够拥抱幸福, 情最难瞧的情感建议, 其实, 对于相爱的男女来说, 在相爱很长时间之后, 彼此之间, 确实会处于一种相对冷淡的状态, 两个人之间的新鲜感, 确实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这是非常现实的情况, 也很难去避免, 但是在面对这种状况的时候, 男女双方都不能选择放弃, 而是应该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制造惊喜和浪漫, 从而让两个人保持新鲜感, 这样一来, 才能够让双方的关系有一个好的发展, 所以我建议相爱的男女在日常生活中 需要做好上述的三件事情, 通过这些行为就能够维持好彼此的新鲜感, 从而能够让两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特别快乐, 最终就可以让这段关系有好的发展。